聚会不无聊 开心到冒泡 酷的聚会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龚俊 也是绝世千金里 冤正王忠无媚的扮演者 你的狮子做特技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发动 生情 开朗 如何评价自己醋王的身份 这不叫吃醋 这是对心爱的人一种爱的表达 小景什么地方可以让你吃醋呢 方方面面 什么都能吃 全国各种醋都吃了一遍 你们常常轻轻抱抱举高高 修不修 这是什么好修的 请问定人的定穴在哪儿 定人的定穴在于对方是谁 我让他晕他就会晕 你觉得自己的女装好看 还是小景好看 那可能是笨王 都说你是套路王 能分享我们几周聊女生的方法吗 聊女生的方式 多吃醋 你会用哪首歌曲形容剧中的角色呢 那首歌怎么唱来的 我唱 但我们绝千金完结片的那个插曲之一 我曾经沉浮于人海 转身为你落定尘埃 浪尽于千里之外 而你却不在 好好听哦 真的假的 我不信 你们在片场经常唱歌吗 拍新的时候会唱 跟郑秋红很多轻轻的戏份 会觉得压力大吗 我知道 清到麻木了吗 是的 是很细嘛 导演都会多拍很多镜头的 听到以后就已经 来吧 大家我 我们俩都是来吧 拍吧 拍摄之初会紧张吗 刚开始 就忘了是什么感觉了 最终很多公主抱感受如何 有有有有 太多了 那很清楚 公主抱很简单 公主抱其实最简单 有扛的 扛会比较难 因为扛会照顾到对方 因为对方会不舒服 看怎么霸道 看剧情需要 你平时会说土味情话吗 很少 说什么情话 赚钱最重要 看剧感觉你很会的样子 那不得让观众看得满意吗 是不是 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有妹妹 你会介绍给身边的哪位艺人朋友 娱乐圈的男生 哪个配得上我妹妹 都配不上 谁配得上 没人配得上 如果真的有妹妹 白菜被猪拱了 我表面还没到谈恋爱 但我有我姐 我姐结婚的时候 其实还挺感触的 小时候一起玩 我姐 表姐 其实有点不舍 剧中有你秀肌肉的戏份 拍摄前做了哪些准备呢 做准备 这个不是说 拍这张戏之前 怎么做准备 如果真的想要身材好 那健身是必须持之以恒的 各位小伙伴真的可以 有事的时候 多健身身 多跑跑步 是对自己身体有好处的 确实是 变矮30厘米 和发际线后移3厘米 如何选择 30厘米变矮 那发际线好吗 30厘米 1厘米86 30厘米是多矮 1米56 开玩笑吧 不行 3厘米就3厘米 买假发呗 叫爸爸还是叫宝宝 叫我 两个都不渴 都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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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长肉石巾 还是粉丝长肉石巾 粉丝 秀肌肉还是穿女装 秀肌肉 游戏还是女朋友 广场舞还是女团舞 广场舞 谁要穿女团舞 广场舞简单 女团舞根本学不会 便便味的巧克力 还是巧克力味的便便 谁吃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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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开玩笑吧 你又用我要请你啊 对头 村居然 我现在开不见你 有害怕经历一次 失去你的痛苦 我不要啥子惊喜 你在我身边 就是最大的幸福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要再偷偷消失了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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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